亚洲球队在世界杯首了小组赛曲的两场胜利,尤其是日本队2B1击败哥伦比亚队的比赛,让球迷们又开始调侃起五连世界杯的国主来。 白颜松在这届世界杯开仨前的那句,中国出了足球基本都来了,已经成为热门段子,而此前国足球员张承斗已经予以了回击,如今抗汉英雄于大宝也站了出来回击白颜松,表示下届世界杯他们会继续努力,这届世界杯又是一次别人家的世界杯。 看着我们的邻国韩国队,日本队在世界杯赛场上拼搏,尽管也有赢有输,但国足球迷有的只是羡慕,大家在百无聊赖的同时,也开始尽全力在世界杯赛场上寻找中国元素,并抓住一切机会调侃缺席的国足。 而国足球员们也没有闲着,他们在世界杯期间,也忙着参加各种活动,也会对世界杯给出自己的看法和评价。 近日,国足球员于大宝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阿根廷之夜活动,期间他也谈到了这届世界杯和中国足球。 于大宝表示自己最支持的是巴西队,因为他的国安队友奥古斯托,正式效力于巴西队,同时于大宝也表了决心。 他说踢世界杯是他们所有人的梦想,对于下一届卡达尔世界杯,他们会继续努力。 努力,于大宝曾经在十二强赛,面对韩国队时,打入全场唯一进球,帮助国足历史上首次在大赛祭拜韩国队,也因此成为了中国足球的英雄。 要说起国足里面为数不多的不认怂的球员,于大宝绝对要算一个,他经常能在危机关头,站出来,为国足打开胜利之门。 这回他的表态也是对白颜松的一个回击。 此前,于大宝在国家队的队友张成栋,也对白颜松表示反击。 他认为国足每次都是为世界杯拼借了全力,希望无论是于大宝还是张成栋,都不要只过过嘴饮。 而是要把这种决心体现在实际的训练和比赛当中,李皮曾经表态希望能带国足参加一届世界杯,而这一愿望要想实现,也离不开于大宝和张成栋他们的努力。